大家好,欢迎收看Viv Tarot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因为今天我不在家 所以我忘了带我的那个数字卡 就是1234的数字卡 所以呢今天就是就地取材 拿了四个不同颜色的笔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粉红色橘色灰色跟蓝色 那相对的这个pile就是1234 粉红色就是1号 橘色是2号 灰色是3号 蓝色是4号 可是我觉得不要被颜色给影响 靠你的直觉去选出你最有感应的一个牌组 靠直觉去选择你最有感应的牌组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平常其实 我就用数字 我希望大家用感觉用直觉 去选择你最有感应的那个牌组 而不是因为你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或者是像如果有那种水晶啊 像是我如果每一次看到水晶是那个 那叫什么 那个 quartz rose quartz 就是粉金有没有 你就会特别想要选那一个 可是它也不见得是 是比较好 那个pile比较好 但是就会被反而被粉金吸过去 而不是被牌自己本身吸引过去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还是以牌为主 然后这些其他的这些东西选项都只是辅助而已 OK 那所以你选择一个你最有感觉的一个牌组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我的爱情运 OK 我的爱情运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我的爱情运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那这个呢是大众占卜 所以我也没有抽特别多的牌哦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详细的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你在另外私讯我 或我们可以你可以看其他的影片啦 我没有一定要force人家做什么个人占卜这些的 我觉得你有需要做 有没有需要的话 其实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吧 OK 所以呢 这边就是1234主牌 然后我有用 OK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今天做这个牌 这个主题 因为我想了很久 然后就突然有这样一个灵感 因为呢 你看我有这一副塔罗牌 它非常酷 它叫做Before Tarot 然后呢 这一副牌叫做After Tarot 它很有趣的就是 然后这个就是它一般的韦特牌 然后它这两组呢 就是一个是它画风 就会是根据 比如说这一副牌 说在这个之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OK那就是Before Tarot 然后After Tarot就是发生这个状况以后 它的后面的发展是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就会用三组不同的牌 来测现在过去还有未来 OK 过去的部分呢 我先解释一下 过去可能是可以是很最近 就是你最近才发生的一个过去 或者是有可能很之前很久远的一个过去 不管如何这个过去应该就是会影响你很深的一个过去 OK 关于在你的爱情路上面 那我们看 然后之后就是现在的部分 现在的话大概解释一下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然后之后呢 会有一个未来的部分 未来部分需要去注意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可以期待的东西 有可能是要注意的事项 有可能是可以期待的事项 I don't know 因为我不晓得我抽完牌以后并没有看 所以我到时候班牌都是跟大家一起看的 OK 然后呢 然后有用一个这个是给那个未来的部分给一些建议啊 OK 或者是一些可以期待的一些 如果是好牌就好事可以期待对吧 但是呢 还是一样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未来的部分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后如果有就是有一些讯息是排面看起来比较不好的话 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提前的一个警讯或什么 然后让你可以注意一下注意的事项 然后呢 这样你知道了以后 你就可以做一些改变 或者是可以趋吉避凶对吧 OK 所以呢 这些东西 然后给你的一些讯息 其实也是看你个人要不要做而已 就是不见得一定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OK 所以 就是一切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啦 OK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二三四四组牌 那你选择一个你最有感应的部分 然后还有 哦对对对 我还要跟大家讲说呢 昨天呢 我已经做了捐款的动作 OK 做了捐款的部分 然后呢 我贴在了那个社区 社群里面的那个讯息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 那这一次我是选择了两个不同的协会去做 然后有一个呢 我就把它干脆设定为 每个月都会直接捐款这样子 那这一个月的话会比上个月的捐款多了一些 因为大家非常努力帮我看广告 所以那个广告费也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就捐赠的部分就比上个月多一点点 也没有多多少 因为并没有那个那个那个长那么多 但是anyways 反正这是我希望可以尽我的一个小小的心力 去帮助到这些可怜的小动物们 OK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 我有做一个帮 也算帮大家一起 因为是大家一起的功劳嘛 就是帮大家一起 透过我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捐款 OK 希望可以大家一起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回馈到自己的身上 OK 好的 那么大家如果选好的话 时间总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那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了 粉红色的那一组 OK选择粉红色的 你的过去 过去的牌是这个 哇 tower ok 有的这个意味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你的现在一定会影响你的未来嘛 所以这个蛮有趣的蛮有趣的 OK 好 现在过去未来 三张牌 OK 我们先从过去讲起 过去的话 是这个塔牌 这个塔牌 你看 这个 这个塔牌 不像那个 一般的塔牌 非常可怕 这个塔还没有倒 这个塔还没有倒 然后 你看 这个里面 两个人还在塔里面 OK 还站在塔里面 但是 然后这边你看 这边有好多人慢慢的走向这个塔 OK 有好多的人 我觉得很像 你看 这个很像那个 Hierfin 那个教皇 然后或者是那个Hermit 他们这样慢慢慢慢地步向这个塔 所以我觉得这个塔 但是已经开始闪电啊 乌云密布 所以我觉得 过去的部分呢 你们有 就是有可能经历过这个塔的状况 可是这个塔呢 并没有真的完全地倒下 OK 并没有真的完全地倒下 所以 而且你知道 这个非常有趣的是 对应到我们中间这张牌 是圣杯六 圣杯六代表过往 代表过去的人 所以你的爱情路上面呢 其实 我觉得 你在过去有曾经快要接近这种塔的一个状况 可是这个塔并没有倒 这个塔并没有倒 所以 而且你还有这么多人来 like 要再 这个visit这一个塔 但是其实是那种 有点摇摇欲坠 但是还没有 这种有点像 中文的那个叫做 风雨 欲来 是不是 那种感觉 OK 但是呢 我觉得 一出现这张的话 比就是normal的这个waiter好的原因是因为它 它并没有倒塌 但是呢 这个 你过去的 爱情欲呢 就是你非常注重 着重于 要好好的 这个 打那个根基 然后呢 而且其实你看 已经爬到非常的高的顶点这个部分 OK 所以呢 你们又出现中间现在的状况是这个圣杯6 表示过往的人会回来 然后你或者是说你现在如果你现在没有对象的话 你现在呢 其实一直有一个非常思念的一个对方 是你曾经一起 就是一起搭建这个塔的那一个对方 OK 所以你现在就一直在思念的这一个人 如果你们现在是单身没有任何跟任何人在一起的话 那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有是有对象的话呢 这个人呢 可能也是你过往的人 OK 你过往的人 你非常熟悉 然后甚至有一起 扎下过非常多的这种回忆啊 美好的记忆啊 而且你应该是一起经历过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塔并没有倒塌 所以你们也不是说那种 完全就不再联络了 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状况 其实还好 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你之前的这一个感情呢 是有有很多人的影响 而且你们就是自己两个人在这个塔里面 可是外面的人 有很多的人 会去对你们的感情有非常多那种 呃 啰里巴索的那种感觉 OK 然后你看外面 除了有人的因素之外呢 还有这种 你看哦 这种呃 晴天霹雳 外面这种风雨啊 雷啊 所以可能很多的 就是你知道 天和地利 呃什么 天 天 时地利人和 对不对 就是这一张牌出现就有点感觉到 也许他是对的人 也许是对的人 可是天时地利不和 然后天时地利人和都不OK 对吧 所以timing 有可能是时间点不对 有可能是人 外面的很多的人 会给你们很多的这种压力啊 或者是很多的诸多的一些意见啊 OK 所以呢 造成有可能你们分手啊 或者是离开啊 或者是 嗯 可能有对你 嗯 你们可能逼不得已的去分手 可是其实这一个我觉得因为他塔并没有倒塌嘛 所以你们的这个缘分其实还是在的 然后你们现在呢其实都还有联络还有联系 OK 那如果你现在是有是有对象对吧 有对象的人的话 这个也可能就说你们其实还 这个还 我觉得你们其实这个这个这个 根基做的还挺牢固的 即使你们有分开也是短暂的分开 现在又又在一起了 OK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状况 有可能是分开了 但是还是跟这个旧的人在一起 是这种青梅竹马 或者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所以那如果是单身就是 你现在其实非常怀念之前你分开的这一个人 你们有非常深的一个连接 然后非常 嗯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有一起的 OK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你是因为一直还纠结在过去的这一个人身上 那你如果现在有对象的话 那么你的对象是 就是你已经在过往这个人 你们一起走过了非常多的风雨 OK 所以现在就是还蛮开心 还蛮还蛮不错的一个状态 OK 那还有单身的人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 嗯 因为你过去的这个人 让你没有办法就是往前 然后如果你现在有认识新的人的话 你其实还是会常常的去跟这一位 你很怀念很想念 还希望可以去前缘的这一个人呢 一直跟他去比较 然后你就可能会挑剔他说他没有他好看 他没有他聪明 他没有他什么 当然你也会看他的优点啊 你说哦 可是之前那个人可能他这个东西不好 这个东西不好 可是这个人有 可是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最后都还是倾向于这个旧的人 然后你会放掉一些你新的一些对象啊 或者是什么 所以你会有的时候会让一些机会 就是流逝 OK 一直在缅怀过去的感觉 有点走 有一点点走不太出来 OK 嗯 而且你想的都是那种过去美好的事情 所以会更让你就是走不出 嗯 久人的感觉 OK 好 那嗯 还有一个状况 刚刚有一个感觉是 还有一个状况是 你现在有对象 可是你现在的对象 你即使跟现在的对象在一起 可是你也还是 你的对象 如果不是你正在想念的这个人的话 你会其实偷偷的在心里常常 跟这个旧的人有做一些小比较 然后心里有的时候 还是会想起这个旧的人会 如果你们没有联络的话 你就会想说 他过得好不好 他现在怎么样了 OK 那如果你们还有联络的话 当然你 心里有一点点 你当然知道就说 可能没有可能了 OK 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一个人 有一个对象了 可是 就是三不五十那种 有点惆怅的那种感觉 也还是会出来 OK 所以这个是现状 那么 未来的部分呢 你看 这个 他这是给你的advice 这个是写说 looking at your photos missing your nostalgia making new memories 你看哦 他是叫你要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记忆 新的回忆 OK 新的回忆 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你的现状会影响你的未来 所以这个有一点就是 还是 如果你真的是跟旧人没有在一起的话 你会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会一直回忆一些旧王的事情 然后呢 会把新人一直跟旧人去比较 OK 那 如果你是跟 真的跟这个旧人现在在一起的话 你们就是 你们现在就是一起在 这个build一个新的未来 这些 新的回忆 OK 但是呢 偶尔还是会看一些 就是会去缅怀过往啊 这样子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OK 我是觉得这个missing you的 这个message 特别强 OK 然后呢 这个是star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是 它是逆位 OK 逆位 star的话代表 星星嘛 对吧 是美梦成真的这个异位 那 这一个呢 是 你看 如果是 伟特现状 regular的那个伟特牌的话 他是一个人 然后拿着一个水 然后 一个倒在外面 一个倒在里面 可是你看 这个人已经把 这个拿在 倒在水里面的这个 正在垮 那个水 他现在倒在他自己身上 然后你看 这个水呢 他已经播种 然后旁边 就是长满了花 就是开始 播花 的那种感觉 就是什么播花 开花结果的那种感觉 OK 他这个逆位 当然星星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代表 远不可及 OK 然后 很难去触摸到 所以我觉得第一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我讲的 你跟你一直在缅怀过去 这个人 然后你没有跟他在一起 有可能呢 你们在不久的将来 因为一直都没有在一起 在不久的将来 他 因为就逆位的话 触手可及 远不可及 现在变成可以 触手可及了 OK 触手可及 而且呢 你把自己 shower在这一个 这个水里面 所以你那个情绪的 你是一直把这个 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面 然后呢 这些开花结果 OK 所以呢 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过去的这个人 有可能会回来 OK 然后你们会有一些连结 也会有一些 一些那个 你们可能会续一些 讲 数 就 不见得说 会在一起啦 但是呢 可是有这个机会 会是 见面 OK 有这个机会 可以见面 然后making new memories 对吧 然后呢 感觉 这个当然 还是要看你们之后 怎么样子去 交流 OK 我觉得这个还是 跟最后要交流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跟这个人分开太久以后 那个交流有点点陌生 所以我就感觉 这个这个星星牌 有会有一点 呃 你因为你一直在 缅怀过往的这个 你看到现在 这个过往的人的 这个现在的状况 有的时候 maybe你会有一点点 小失望 还是会在想说 哦 过往 好像过 那种 回忆比较美好 也许这个 碰到这个人了以后 有点破坏了你的 或者你以前的 那个回忆 OK 或者是说 嗯 会有萌生一种 陌生感 你有点 已经不太认识 这个人了 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 也许你会碰到 会回来 可是呢 有点陌生的感觉 已经 可能 没有联络太久 或者是没有 见面太久的 那个 那种感觉 其实 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了 OK 那另外有一个讯息 是这个人会回来 那 你们会有 重新的接触的 这个 然后呢 而且其实 不会 就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不会再觉得 他遥不可及 你现在可以 触手可及了 OK 可是那个 我说的触手可及 可是你之后 未来会怎么样子 当然还是要靠你们 自己去创造 但是有可能 这个人会回来 然后呢 是可以 是触手可及的 OK 然后另外 还有一些人呢 这个 我想一下 对 就是这两个 我现在有点confused OK 就是这两个 一个就是 你会觉得 他有点陌生了 OK 不是像你想象的 那个样子 对对对 有第三个可能性 是你现在跟这个人 其实是在一起的 OK 你现在有跟这个人 在一起 那么呢 我觉得这个 就是还是一样 触手可及 然后 你们会 会 创造一些新的 这个memory OK 你不会觉得 他像一个星星一样 啊 好遥远 好遥远 那 美梦成真 表示那是一个梦 对吧 成真 所以 但是这个 这个逆位的话 我觉得你们 其实一直都 这个不是一个梦 它一直都是一个 很现实的一个 存在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会 非常实际的实际面去走 然后实际面去work out 而且这个 你看你们过去跟未来 其实都是一个大牌 OK 都是一个大牌 所以其实都是会对你们人生 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转变的一个 一个或者是 不是转变 就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OK 的一个事情 OK 事件 所以未来呢 我觉得你跟这一个 过往的这一个人 他真的会影响你的 你的 你的 这个生命是有 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 影响在你的生命里面 OK 所以他会 他的出现 或者是 因为如果你们是很久没有联络的话 他的出现 会对你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冲击 OK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 你觉得他 他变得可 触手可及了 OK 第二个是你觉得 哦 触手可及 可是他有陌生感 好像没有像 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了 OK 那 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你一直都是跟这个人 有一个很 一个一个 在交往中嘛 那么 这个未来的 这个状况呢 其实你们会 以非常实际面的方向去走 OK 然后 创造一些新的 memories 但是呢 会 会 不会让 不会是去 那种幻想一些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们就是 其实你们就是 非常脚踏实地的 可能该结婚的结婚 该生子的生子 可是呢 其实 不再像是那一种 哦 梦幻的那种感觉 其实那种梦幻的泡泡 是没有的 因为其实认识太久了 OK 认识太久太久了 其实就是像家人 像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 那因为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就感觉 哦 好像就是应该是 我们要下一步 其实就是应该要结婚 下一步应该就是要生子 就是有一点点失去那一种 因为这是也是水瓶座的牌 水瓶座是那种非常adventure 然后挫在自己世界里面的 可是呢 这个逆位的话 就是你其实就是 会蛮care别人 外面的人看法 就觉得 哦 你们在一起这么久 就是应该要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就是有点 会顾忌别人的想法 看法 然后好像你们觉得 这种社会大众的这种 一般的这种观念 觉得应该要怎么做 怎么做 你们其实就会按照 那样子的方式去做 OK 但是我觉得建议的话 是说你们应该 应该要创造一些新的 这种memory OK 创造一些 我会觉得啦 如果你是继续跟这个人 在一起的话 其实你应该要就是 跟他们 让那个爱火继续存在 不要只是那种 family OK 家人那样子 有点习惯 对方一直存在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 可以 让这个爱火再燃烧一下 想一些新的方式 OK 所以这个呢 是大概 是给这个 粉红色 选到一号牌的 这个一个解牌 OK 然后是你们最近的 这个 也不是最近啦 就是你们的爱情运 大概的一个走向 OK 过去 现在还有未来 那么如果这个 有对应到你们的状况的话 你们欢迎在下面呢 留言 OK 给我 跟我分享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 订阅 分享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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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选二号组 或者是橘色的这个牌组的 你们抽到的过去的牌是这个 King of Swords OK 保健国王的逆位 OK 保健国王逆位 然后呢 是这个 The Sign 太阳牌 哦 你们刚好跟 一号牌有点相反 是 他们是大牌 然后这里是小牌 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 后面这一张 这张是 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 OK 圣杯骑士 所以刚好你两个小牌 一个大牌 他们刚好是反过来的 这还蛮有趣 哦 你们抽到一个 I like you 天哪 恭喜你们 而且这个非常 跟Night of Cups 有对应到 啊 塔罗牌真的是 每一次 very surprised 就是 让我非常的 惊讶 OK 好的 那么 嗯 我们先从 这边来解一下吧 OK 二号牌组呢 你们的过往 会影响你们非常深的一个过往 OK 可能是最近 也可能是很久以前 是 我觉得你们曾经有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在一起 King of Swords 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 的这个 你们Either是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因为你们刚好都出现人物牌 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比较像是一个 一个人会去影响你们比较深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一个事件 但是爱情嘛 一定是跟人有关哦对吧 OK 所以呢 嗯 这个有可能是你们的那个对象是一个保健国王 或者有可能是就是影响你这个爱情的这一个人 他是这个保健国王 OK 那么 嗯 保健国王的这个 我看一下哦 保健国王 是个逆位 OK 所以呢 这个保健国王一般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思想非常成熟 然后 的一个对象 OK 他的思绪啊 思想一切都是非常理性的 非常成熟的 可是呢 他逆位了 所以你在过往 曾经交往过的这一个对象哦 或者是说影响你们这个爱情的这个过往的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哦 他是他其实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成熟的 他可能做事他可能常常做事都没有想清楚就去做 OK 所以嗯 你反而我觉得反而有很大的可能是你反而你常常是需要去帮他做一些擦屁股的动作 或者是你常常反而需要去顾及到他的想法 然后他嗯 或者是说嗯 他的情绪或起伏可能有一点点大哦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圣杯果王的牌啦 但是我觉得你的思绪思想如果是有一点混乱 然后可能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的话 可是我觉得多少会影响情绪至少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对吧 所以呢 你常常会因为要顾及到对方的一些想法跟他的心情跟他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常常是在做一些很大的一个配合的 OK 那嗯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你啦 就说你有可能是一个之前是一个比较没有想清楚自己在想什么 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嗯做事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成熟一点 然后呢有的时候甚至有点虎头蛇尾的那种感觉 这个可能是你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你OK 反正这个是你的过往影响到你这个爱情的这个这个这个一个过往OK 所以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主要反正不管怎么样影响这个过往的时候 其实都是曾经可能太年轻 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可能表面上会想要故作很成熟的样子 然后嗯觉得自己嗯已经长大了就是我可以对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负责或者是我我我我我不需要听任何别人的意见 我想要怎么做的话我就会去做我就是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可是呢会嗯反而后面的造成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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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呃后面的这些consequence OK嗯怎么讲consequence 是一个那个反正结果啦或者是一些事情之后的发展其实会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OK 就是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子发展然后呢你会发现天哪我好像做错了 但是其实你知道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只有对错这件事只有你是从过往的这些经验里面去学习到很多东西哦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到多少你的过往一定会影响你的现在嘛对吧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太阳的逆位哦太阳逆位其实并不表示说就是不开心不好啊或什么的 可是呢嗯可是我觉得多少会让你嗯你现在想法吧 有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点的小悲观嗯因为是太阳牌是代表幸福啊开心啊快乐啊 我觉得你现在呢嗯并没有到不幸福不快乐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太阳牌嘛对吧 可是我觉得你会比以前收敛非常的多而且甚至其实你现在在以前是非常的有自信然后不听别人的说法对吧 因为是逆位嘛就是我想要怎样就怎么样我想要这样做我就会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承担得起后面的后果我觉得 应该要这样做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做我已经长大了什么的可是你现在才是真正的成熟稳重了OK 所以你反而有很多的东西呢你其实开始会变得还是要想很多但是嗯可是变得你的这个想很多反而是让你有点点裹足不前然后有点点害怕去嗯 很有自信的去做这个东西因为你之前之前的这个经验OK让你现在就是你发现你好像有一点输不起OK 所以你反而现在这个自信心是有点减弱的OK所以有很多的你想要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没有像在以前那样子那么的冲劲那么强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勇往之前然后不不顾后果那样 你你你你你以前是觉得我可以handle你现在是觉得天啊我没有办法handle那个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子所以你其实会非常的小心翼翼OK 嗯你当然在外外别人的面前我觉得你还是会展现这种太阳的能量OK你是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然后非常好像很有自信然后嗯 嗯听我的就对啦或者是这种好像你是甚至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会因为你这种很开心的这种我觉得你在外表上面会有很火象的感觉热情十足热力很好这样子嗯 嗯我一直觉得是那种射手座虽然他是太太他是那个狮子座的牌对吧可是我觉得很像射手座更像射手座的感觉就是OK我我我很开心我很我很就是那种很棒啊我现在完全没有没事OK我OK我一切都很好可是其实你的内心深处是这个太阳牌的逆味哦就是其实你是很没有自信的 然后你其实很希望别人来关心你的然后你也不想要有这种就是那种你在别人面前都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你就是把这些负面的情绪都留给自己的OK然后嗯如果啦你现在我不晓得现在你们是不是有跟有人在一起哦 因为嗯是逆味的话我觉得嗯我觉得你即使现在有有跟对象好了你有对象在一起嗯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话感很像感觉是那种有点果足不浅我觉得单身的人选到这一组应该还蛮多的OK我觉得单身选为什么因为我这样讲是因为后面出现这个night of cupsOK出现这个圣杯歧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大部分 选到二号主可能都是单身的OK但是但是如果我如果你是就我错了OK如果你是有对象的话OK有对象的话其实你的对象会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搞不太清楚你真实的样貌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其实你现在会比较隐藏自己的内心OK会有点隐藏自己的内心嗯 嗯不太敢把自己真正的那个真正的心去交出来OK嗯对方会觉得好像没有拥有整个完全的你OK你当然是在他面前也是表现出哦很热情然后很好一切都非常好的那种感觉可是嗯你你很害怕我觉得 你会很害怕如果这个感情又失败了或者是这个人又做什么会让你伤心的事情或者你甚至有的时候是不相信自己我有没有办法可以跟这一个人永远在一起OK我我爱情是不是可以很长久的我觉得就是之前的这一个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保健的这个国王的这个这个事情啊就你的思考跟思想其实改变了 变了很多OK所以啊你现在影响到你现在是这种太阳排逆位的一个状况OK你影响你你现在就是跟以前那种无忧无虑啊勇敢勇往之前的那种是完全不太一样变了OK你可能表面上还是像以前那样可是你实际上内心里或者独处的时候是是我是另外一个样子OK好我们现在在讲未来 为什么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是单身啊选择二号牌我觉得OK感受上来说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们其实很快呢会Either是你们会碰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对象OK是是一个像甚被歧视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OK这个人应该跟你们年纪差不多相仿OK就是即使有 差的话也只是大几岁或小几岁就不会很多啦一两岁那一种两三岁没有很没有差距很大或者是思想状况上面其实你们是旗鼓相当的OK是差不多的而且呢不好意思OK这个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你的对象或者是有可能会是你的状况你的状态OK我们先讲 有可能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来找你哦你知道圣杯骑士就是一个白马王子的一个形象所以呢你很快如果你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单身选择这一个牌的话呢你们会碰到其实有一个像白马王子的一个对象而且这个人呢会给你很多的 嗯他会告诉他会安抵你的情绪他非常能够同理心理解你的感受你的情绪你甚至你你你就会觉得哇他好照顾你就是白马王子嘛对吧就是哇他好棒哦他你会觉得你的心灵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安抚一个安慰 因为他非常的会说话非常的会他很理解人性OK而且你看哦I like you 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点哦有一点点要小心的是圣杯骑士有的时候也会是一个花花公子花花小姐的那一种特性也是有OK这是可能白马王子白雪公主OK性别不管但是也有可能他们因为他们的特质 会让他们有一点点呃很容易去找风引蝶OK嗯但是不管如何你碰到你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是呃让你会有觉得哇被安慰到被抚慰到的这种因为他非常懂得人性OK而且你看他会someone likes youromance is bloomingfun flirting wanting to date而且呢会有就是他会 他不会那种隐藏他的爱意他会一直会给你满满我觉得啦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给你有很多的安全感可是我是很一直想要说的是说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安全感但是这个安全感是说他在言语上面会给你有很多的安全感他会一直告诉你说啊你有多漂亮你好就是非常会甜言蜜语的那一种所以我才说他这个有的时候看这个人哦你要你自己 自己自己自己感受一下OK他是不是玩完了还是他是真心的OK因为他会一直非常的高他会一直告诉你说你有多棒然后我有多喜欢你啊然后你要看一下他的举止跟他的他跟他说的话有没有相符相符合因为如果说话跟举止是没有符合的话你这个人就不要太相信他但是呢他的如果他的他的 他的言行举止是是合一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所以你未来的这个会有一个机会遇到一个这样子很棒会一直告诉你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因为你我不是说了吗你现在目前其实是很没有自信的状态没有人看得见 因为你是你是你是留给自己的可是这个对象他就是知道他会不管你你外表表现的多么的这种坚强啊样子他就是会一直告诉你说你很棒你很完美然后你很不管你需不需要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就会一直讲这样这样子的话然后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跟一个鼓舞的那种感觉 你心理上面其实是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满足OK或者是我现在要讲或者是你有可能会变成你们现在慢慢慢慢的要进行到这个下一步OK是你会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你会越来越懂得去怎么去因为你有很多的这个你你现在变得是比较 有这种有这种比较怎么讲的你表现外表表现很热情啊很那个但你内心其实跟是不太一样所以是很脆弱的可是因为这个样子这个原因其实你会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子去同理别人怎么样子去去会更理解别人OK的状况跟状态是那我觉得在这个样子的话其实在你们的爱情上面是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 而且尤其如果你们现在是单身的话其实你会慢慢的把心打开OK因为这是一个圣杯歧视嘛所以你会慢慢的用你会用心去感受很多的东西而不再只是用你的头脑OK去想很多的东西你会非常用心去感受而且你会会会非常的能够理解别人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呢你会去给予别人的这个东西 你也愿意去做很多的付出你会慢慢慢慢做一个这样子的改变因为之前你可能是很害怕你不敢再做任何的付出嘛虽然你表现的非常热情四射啊什么的可是你是非常保护自己的可是你现在愿意慢慢慢慢慢慢去打开自己打开你的心房然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一个转变所以呢你有非常大的可能你看哦这边就是一个I like youOK会有romance is blooming你的你的爱情运会开始 开OK会开始开开开起所以你会慢慢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人然后你会吸引到非常多的对象来OK其实甚至你其实你非常热情四射的时候我觉得你其实身边也有很多人其实是对你有兴趣的可是你只是把自己心房关起来了可是你现在慢慢慢慢愿意去打开你的心房愿意去跟这么多人 去交流去交流去交往试试看OK不见得一定要在一起但是你至少会开始去做这个约会的动作试着去更理解他别的人更更做更多的这种为你的爱情做更多的一些努力啦OK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努力那如果你你现在你还是很害怕这个的话那有可能你会遇到的是一个会 做很多的努力让你打开你的心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安全感又非常多的温暖的话去来抚慰你这种不安很害怕很没有自信的一个心OK所以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那所以我觉得未来你如果是单身的话你们其实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对象开始追求你OK是有这样子的或者是你有机会 如果你是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么你就有机会去你也不不再那么的害怕去表现出你很喜欢对方我觉得你之前可能会用那种开心啊开朗的样子去那种打骂的这种玩笑话去去带过那因为你不想要再进入一段关系啊或什么的可是你现在的话你会去表达会去表明OK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或者反过来有人会来追你会非常的一直告诉你给你很多的那种信心啊 然后让你知道他真的很喜欢你这种感觉是有的OK所以我觉得未来还蛮看好的嗯我看看还有什么OK如果你们我们刚刚一直讲的都是单身嘛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是一个有交往的对象的状态OK是正在交往中的话那么我觉得你们对你们未来的关系上面在爱情的关系上面我觉得会变成会我觉得会渐入加进会渐入加进现在是这个太阳牌我们讲的另一位 虽然不是到就是很惨啊或什么因为他还是一个带阳牌但是我觉得是你们你们有一点点封闭自己嘛并没有把所有的心交出去那么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状况在未来的你们的爱情的这个状态里面我觉得你会慢慢越来我觉得你的对象也许会给你很多的一个一个安全感吧看你需要的安全感是怎么样子有些人是需要口语上面的安全感有些人是需要陪伴有些人是需要一些 给给买很多礼物啊I don't knowwhatever因为是五种嘛我们我们其实有不同的爱的语言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这本书我不晓得有没有翻成中文可是英文的话叫做Languages of loveI think就是爱的语言那有五种不同的每个人有不同的那种表现爱的方式所以看你需要的爱的方式是什么然后反正对方会给你会 会符合你这样子的一个你的语言OK那你会让你会给你有这种很大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你也愿意去做一个回馈OK然后你们会互相的去我觉得会会往更稳定然后这种非常罗曼提克的这种这种爱情的这种模式很有小说的感觉OK会慢慢慢慢越来越这样 渐入家境OK我觉得如果你们现在是有一个交往的对象你们会慢慢慢慢渐入家境OK而且你看Fun Flirting就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喜欢对方而且呢会越来的你们也会越来越往稳定的这个状况去发展OK然后这个人也会你会你们会越来越变成对方的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 或者whateverOK所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去给二号牌组那么这个是二号牌组看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有没有符合到你们的状况或分享你们的故事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还有我的影片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咯拜拜OK错了选择三号牌组的是这个 灰色你们的过去呢是这个KING OF WANDS另一位KING OF WANDS的另一位现在是HANDMANOKOK哇大家现在OKOK好 嗯现在是一个HANDMAN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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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一个HANDMAN正位OK掉人派然后呢这个未来是这个权杖7权杖7的逆位OKOK然后给你们的一个小建议或者是7曲OK是这个REMINISCING Keep sick 令发 relief 从投降机 Ill kostney 剪想机 OK选择三号牌组的你们呢你们的过往是这个KING OF WANDS OKOKjan 这个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 但是是逆位 所以你们过往的状况 在爱情上面 影响你们很深的状况 或一个人 这个有可能是你们 也有可能是你们的对象 都有可能 打中占卜 所以 这个对象 或者是你们 你们看看哪一个符合 影响你们的 这个人呢 或者是你自己 影响到你们爱情的 这个部分是一个 这叫什么 权杖国王 权杖国王的话 是一个也一样 因为只要是国王的话 都是比较成熟稳重的一个状态 可是他都出现在 为什么要讲他都 因为刚刚二号牌组 是出现在这个 也是出现在过往 也是一个国王 但是他是宝剑 所以国王的话 另外他有一些 这个就是你出现在 这个过往 这个国王 所以我觉得 可能大家年轻的时候吧 都是这种年轻气盛 然后觉得 自己好像 很了 很知道很多事情 然后不太听从别人的意见 对吧 然后 然后自己觉得自己长大了 但是其实并没有 对吧 所以 自己觉得自己 非常成熟稳重 但其实事实上是 甚至可能有点幼稚的 OK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可能是你的对象 也可能是你 就是 自己觉得自己 已经很长大了 已经成熟了 然后非常的 有主见 然后有 行动力啦 或者是说 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OK 可是呢 这个跟那个 宝剑的差别 是 它的是行动力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 你知道行动力很 太强了 我觉得 这个是国王 国王的话 应该是非常稳重的去做 先做了一个判断以后 然后好好的去行动 OK 可是呢 这个的话 它是比较像是那种 呃 第一个 有可能呢 你的对象是一个 很喜欢 我觉得这有一点点的是 因为这个 这个狮子的关系 有点点影响到 就是说像 让我觉得是 很那种 有点狮子做的 这一张牌 OK 可是 但是我觉得 表现上来说 会有 很像射手 射手座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 射手座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就是 他非常喜欢 要非常多的 这种自由感 然后他很希望去 也不是 我不是说 所有射手座都这样 甚至双子座 也有可能 风向的星座 但是呢 反正总而言之 你的对象 或者是你呢 是希望去可以 认识到 非常多的人 OK 然后 而且 而且其实是有付诸行动 可能真的是去认识非常多的人 然后可能甚至同时跟非常多的人交往 想要就是 expand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 OK 因为希望之就是经验越多越好 OK 国王嘛 应该是要有很多的这种生活经验啊 等等 然后又是你知道 热情四射 热情倒不行 然后我觉得自己的 甚至自己的 我觉得是 自制力 有点差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好像非常成熟 非常棒 然后很 很那个 但是呢 其实自制力非常的差 就是因为 有很多东西是非常的 因为你太有热情了 OK 好的方向来看 就是非常热情四射 但是呢 只要别人一讲什么 一勾什么 你其实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好像也不错 然后要不要交往看看 要不要试试看 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感觉 OK 你看哦 这个一直有一个 这个权杖是从云里面递出一个权杖 表示 这个很像是那个权杖一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就是一直有一个 就是一直有这个opportunity 一直在给你的这种 很多的机会给你 所以 然后又自己又不太懂得拒绝 所以 我感觉啦 如果是你的对象的话 他其实就是 很很大的那种 就是那种 只要人家一勾 就觉得 他就 他就跑不见了 就走了 就是很容易被勾引的那种 那种 很容易就被上钩 而且机会是不断的 OK 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然后自己可能自知力又不太够 所以就是 人家一勾就走了 OK 你也有可能是 你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自己看对应的状况 OK 所以 就是 我觉得啦 就是一直想要体验很多的这种生活的感觉 然后希望自己是经验丰富的 然后很棒 很厉害 别人会觉得我好棒的那种感觉 是这个样子 过往 这是过去 这是过去 OK 但是现在 现在你们出现在一个这个handman的这个状态 这是一个吊人牌 吊人牌是自己把自己吊在 吊上去 而且呢 这个又是一个正位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 可是你看正位跟立位是长得一样 所以我觉得 之前你们看事情就是一直就是弄这种 我甚至觉得有一点点你知道 颠三倒四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这样子 为什么 就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然后可以把所有 其实 就是 可以把 黑的戳成白的 OK 那种感觉 就是我只要我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 我可以找到所有一百个理由去prove他 这样子做是对的 OK 是 也是 你知道 你知道我 其实年轻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就我想要做什么的话 没有人可以阻挡我 我就是要这样子做 而且我会找很多的理由去说服别人说我这样子做就是对的 其实是这个样子 OK 可是呢 现在这个handman的这个状态 OK 现在你们现在的爱情的这个状态是处于在一个handman 第一有一个可能是停滞感 OK 所以你们有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 也许是单身 OK 很大的部分可能是单身 然后而且你们现在呢 是会用一个 以前是那种颠三倒四的那种歪理很多的 OK 但是现在 现在反而是真的因为过往这个经验很那么多 然后有这么多 好丰富 可丰富了 OK 这个 这个社会经验 OK 让你们现在其实看到的事情会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很多很多事情 我觉得你们从之前的这个事情啊 生活经验里面哦 嗯 体会到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呢 你们可能现在觉得我以前的生活太多之脱彩了 太丰富了 而且这种就是约会不断 然后这种机会不断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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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状态里面你现在觉得我想要停一停我想要享受一下其实单一个人的生活也是不错的 OK 然后我想要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看社会看事情我想要一个人OK 我觉得一直处在一个关系里面啊真麻烦有很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OK 那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个关系当中的话呢 你也会嗯 我觉得啦你会跟很你你现在做事做事嗯 处事啊嗯 会跟以前有非常大的不同 当然第一个是真正的成熟了 而且是会用你会换一个角度去想你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很多的事情 你会更有一同理心了OK 你也会愿意为对方做很多的牺牲 你以前是不愿意的OK 只要我想要这样子做我就要这样子做OK 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OK 而且我机会这么多我怕什么有很多的这种感觉 可是现在你越来越懂得你知道伤过很多别人的心 当然也有被别人伤过很多的心OK 所以你真的很多的体验你现在有非常深的一个体会了OK 所以你也会懂得去嗯 用同理心然后你也会愿意去做一些牺牲 适当的牺牲OK 你愿意做这样很多这样的事情 而且呢你们现在不管是单身还是有对象 你们现在的看法 以前是那种就是冲冲冲 然后这个不OK换一个 这个不OK换一个 就是其实是速度很快的OK 嗯 但是现在你们 第一个会用不同的方式看 看事情 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第二个你们现在不那么急了 反而你会觉得我不想不急 我现在可以慢慢来 我不那么我我我我我觉得 呃一步一脚印会更更更 把事情把每个根基打的好 会更重要 然后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做一些牺牲奉献 那个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 所以反而你们现在是慢慢来的一个状态 嗯 OK 所以你也不急着走下一步 你也单身的也不急着脱单了 嗯 如果在关系状态里面的话 你们也就非常的安稳的在这一个状态里面 所以如果你们是正在交往就是在交往 如果你们在暧昧那就暧昧吧 什么 你也不会急着想要突破现状 就是还好 就是还OK 就你觉得现在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OK 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安稳的 在这个这个状态里面 OK 那么 你们未来的状况 OK 这是一个权杖期 我觉得非常有趣 它是逆位 权杖期的逆位 你看权杖期 这一张牌 嗯 如果是 是一般的韦特牌的权杖期 是一个人要对抗非常多的人 可是那个 很多的那个人 有可能 不知道是人还是自己 只有看到棍子嘛 可是你看 这一副牌 这一副After Terror里面呢 它是这些人都出现了 然后你是 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去攻打其他所有的人 OK 或者其实也可能是很多的想法 等等的 可是这是逆位了 这是逆位 所以就是 非常符合你的现状 所以我觉得 你这个现状会一直持续到未来 OK 你也不急着 你也不急着想要出头 你也不急着想要打破现状 你也不急着 你一切就是 随缘 我觉得你现在的态度就是随缘 随便 OK 怎样都好 你说要去非常的这种 为某一件事情去争取什么 其实你也觉得 好累 好麻烦 算了吧 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们现在是单身的话 你也想说 那就这个样子也无所谓 OK 你也没有真的想要去 去特别去做什么 去打破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你们 而且这一张 你刚好中间牌是一个大牌 后面的牌是小牌 所以我觉得 至少在未来的 我觉得这塔罗牌对我来说 大概一年吧 最多 能量啦 我觉得 因为能量一直在变 我觉得最多最多 大概一年的状态 至少未来的一年 你没有什么想要去特别突破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想法 也许你会出到下一张 也是一个大牌 maybe那个时候 你会想要做一些改变 maybe 但是目前为止 你又出现一个小牌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 权杖棋的一个逆位 然后是这一副牌的权杖棋的逆位 所以 你明明又想要特别 做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去打破它 所以即使你现在在关系当中的话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真的没有 也没有说 你就是那种很随缘的态度 然后你觉得 如果关系要进一步 那我们再看 但是如果很麻烦 需要去做非常多的改变 或你愿意做一些小 一些牺牲是没有错啦 你觉得这个牺牲是OK的 没有对你有太大的一个 不方便或不便的话 你觉得也都无所谓 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做一个 很大改变OK 比如说你要 你现在是交往 你要变成要结婚 结婚天哪 要跟两方要变成 是其实是两个家族的合在一起 你就觉得 要go through这么多人 你就觉得天哪 好麻烦 我不是很想要经历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我觉得随缘好了 然后如果是比如说已经结婚 你要进下一个状况的话 你就比如说是要生子 生小孩之类的 生小孩又是要go through 一大堆有了没有的事情 要把小孩养大 什么什么的 你就觉得啊好麻烦 你就是任何很麻烦的事情 你现在就是想要避免 OK想要避免所有麻烦的事情 所以你其实就是还蛮安稳的处在现在 whatever你现在的现状是什么的话 你就是大概会维持吧 大概这个这个能量差不多六个月到一年之间 你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然后这个呢是camera 你看哦 它是叫你make memories learn from the past 它其实是叫你要从过往中学习 而我觉得啦 其实你们是的确是在从过往中学习 不过你们的 你们的那个从过往中学习的那个 跳度有点大 你们是go from一个极端 跳到另外有一点点另外一个极端的状况 一个状态里面 所以 我觉得找到一个平衡点比较重要啦 不过目前来说 我觉得你们并没有想要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 讯息给你的只是一个提示提醒啦 但是要不要去那个执行 就是还是看你们啰对吧 我是觉得找一个平衡点比较重要啦 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非常害怕麻烦 你觉得麻烦就是可以避免就避免 可以省就省 那这边是叫你说去开创一些 制造一些新的一个 一个一个 回忆跟一些制造一些新的美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camera跟这个photograph 因为一号牌是抽到photograph 我觉得两个差别是什么 photograph已经照了 OK你现在就是在看 camera是你要去主动做一些事情 所以对吧你要你要拿着照相机去照 是照照照照照照片 然后还要去洗 还要去拿 所以我觉得然后你会要吸 而且是要看到某一些事情 会你要特别想要留恋的对吧 你才你才会拿个照相机去照 可是你看你现在是一个全上期逆位 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很多东西 你就是有点逆来顺利 逆来顺利也不 这个好像词不太对 就是反正你就是水来土 岩浆来冰来降挡那种感觉 就是的的什么什么 反正你就是很安然泰然的处在一个 现在这种就是最好什么都不要有变动的感觉 所以有点有一点点被动我觉得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被动牌啊 然后你这个全上期也是一个 不是那种主动是被动牌 然后所以这个camera出现在这里 我觉得是一个主动牌 所以他给你的一个建议是说 让你去主动做一些改变 主动去做一些变化 可是这个是建议对吧 所以呢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两张牌目前为止 至少在未来一年 我觉得你可能不会特别想要去 主动做一些什么大的变化 所以一切当然还是看你们咯 那目前的能量大概是这样子哦 三号牌 所以未来看起来是 你不会去主动去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就你现在是怎么样子 大概就是停留在这样子 就觉得这样子挺好的 OK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就 如果真的造成你的不便的话 也许你会考虑做一些小改变 但是如果没有没有什么必要 你大概就是停留现在的状态 状况跟状态 OK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看到给三号牌的一个讯息哦 那么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这个有没有符合到你们的状况 你们的状态 分享你们的故事哦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OK 最后一副蓝色的蓝色的四号牌组 你们过往的牌是出现这一张金币7 然后出现了天哪 权杖石 不不不不 宝剑石 我是看到这边 宝剑石 然后最后出现一个权杖石哦 哇你们都出现石的牌 非常有趣 这个四号牌组的能量 权杖石 OK 然后呢 这边是出现Phoenix 哦 有符合 有符合 OK 天哪 OK 好的 这一张是 提示啦 就是一些讯息啊 提醒啊 whatever 你要你看 你要怎么叫这张牌 好的 所以过去过往 你们现在影响到你们 现在状态 爱情上面的状态的这一张牌 是一个金币7哦 金币7 这一副牌呢 它是 你看哦 它是正在挖土的这种 这个状况里面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过去呢 就是一直在做这种铺陈的动作 然后 其实 我觉得你们一直都没有看到它开花结果 我觉得你们的过往都是一直 可能一直重复在这一种 播种 播种 就无极而终 播种 就无极而终 就是你每一次都有一个非常 你都很期待 你可以 这一段感情就会 就是会开花结果的一个感情哦 诶 可是好像 诶 可是好像 因为你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讲 是因为你们中间这一张牌出现一个保健室的逆位 证位证位证位 保健室的证位 所以我觉得你每一次的这个播种 你以前 这种每一次的播种就是一个 你就觉得 好 都有很大很深的一个期待哦 而且我其实我觉得你们很棒的一点 一次 即使你们每一次 就是后来的这种结果也不是很理想的这种状况 你们其实也没有 不会气馁 你们愿意再重新再尝试 你们都会一直重新去 付出你们的感情 然后试试看 然后投入看看 你知道有些人受了伤以后就不敢再开始了 就算了 就这样子吧 对吧 然后但是我觉得你们会一直不停的去尝试 然后去学习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觉得有这样子 而且你们每一次的 这个的这种恋情啊 或者是每一段 不管它是长是短 你们就会 你们都会学习到一些事情 然后让你们从中学习到很多的事情 然后你们 然后你就会再 再进下一步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OK 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因为它是金币期嘛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们其实都会有 学习到一些事情 一些东西 即使它没有开花结果 你也是学习到一些 一些东西 OK 那种开疆 我觉得你们就是很像那种帮人家训练 那男朋友 男朋友 女朋友的那种 然后结果 他们跟你分开以后 他们就变得很棒的人 然后 然后 然后就 又会到下一个 他们的对象 有点那样子的感觉 OK 然后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你们现在呢 也是处于在这种感觉 感受到这种 背叛啊 然后背上插刀的这种感觉 可是其实已经是在ending了 你要看这是ending 因为你看哦 这个是 这个 它的silver lining 就是英文叫做silver lining的意思 也就是说 它那种一线 希望的那种感觉 就是 这个 保健时的这个 它的背后其实是 你看 是太阳慢慢升起的感觉 所以其实 每一次你都会 每一次的这种死亡 你都会带着一丝希望 觉得下一次会更好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 你们都是 你们其实真的不怕受伤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一群 非常勇敢的人 真的 你们是非常勇敢的 这个 而且你们就是对爱情 有非常非常多的向往 非常多的期待 然后真的没有在怕的 OK OK 所以即使你们现在的状况 是这个样子哦 所以你们也真的没有在怕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你们的未来是一个 权杖石 可是他是逆尾 权杖石的逆尾 你们有两个结束的拍 然后为什么 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没有在怕的 因为你们最后的这一张是 Phoenix 也许啦 我觉得其实你们 有可能 有可能你们的状况 其实是 的确也还是会害怕 谁是没有 没有不怕的 我觉得但是你们 就是会 可能有会有觉得 我不要再来了 可是每当下一段来的时候 你们又会重新投入 我觉得你们真的不是那种 就再也不交往 那种 因为要 如果你真的再也不交往的话 你怎么会有 会出现一个保健师呢 OK 但是当然 我觉得啦 那个是我刚刚这样觉得 是大部分的你们 就是非常勇敢 然后就是一直 你即使是这个样子 你也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OK 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的人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就是这个背后插刀了以后 你保有一丝希望 可是你真的就是再也不敢了 也有这样子的可能 OK 也有这样子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那是非常小部分 我觉得大部分的就是 这个保健室 OK 没有关系 我不怕再来 冲 OK 所以 我觉得啦 大部分的抽到这一副 这一组牌的话 即使你们现在 我觉得可能很多 我觉得今天其实 可能点进来看这个影片的 大部分都单身吧 那如果有 如果你们现在是有在交往的话 OK 你们如果现在是在交往 然后你们的出现这一张牌 有保健师的这个 震位 OK 也代表说你们 其实你们可能 你们关系上面 有很多的磨合 你可能现在有一种 被背叛的感觉 我觉得你的对象 可能又是那种 让你很失望 然后又让你 至少 你的情绪上面 然后你的思想 这种都是有这种 非常不开心的这种感觉 有点被背后插刀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现在正在处于一段关系的结束当中 或者是你们需要去做非常多的一个沟通 然后看看怎么样子 不好意思 看看是你们 如果你们没有要结束这个关系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们 有很想 但是有的时候 会再做一些期待 一丝生机在后面 对吧 所以有可能你们愿意给对方再有一个机会 但是就是要有很大的沟通 很大的磨合 然后去看怎么样子 把关系进下一步 因为是十嘛 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重新开始 是没有错 但是看 当然要看你们愿不愿意了 因为你们出现两张 十 但是这一张十是权杖十 权杖十的话 你看这个人愿意要 这个正位的话 他是坐下来休息 OK 因为一般的权杖是那种 就是一个人背负非常多的压力 对吧 背负非常多的压力 然后呢 然后要爬到这个城堡这边 那这个After Tarot他有趣的就是 他其实已经快要到达这个城堡了 对吧 就差一点点了 然后他把所有的权杖放下来 然后他休息 所以但他逆位哦 所以我觉得 逆位的部分有可能就是 他已经休息完毕 他要往前走了 OK 所以 两个都是有这种 快要结束的感觉 OK 快要结束 要不往下一步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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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啦 这种意思 所以 我们刚刚说 如果你现在是在 处一段关系当中 有可能你们就是真的要 正在考虑要不要分手 或者是 如果没有分手的话 那你们想要再努力看看的话 你们就是正在沟通 要怎么样子磨合 而且 未来的话应该是觉得 再试试看吧 OK 放下很多的东西 把很多的这些 一些不太 不必要的一些压力啊 或者是一些 责任感啊 先暂时 先放下 然后看看怎么样子 去做一个磨合 怎么样子去重新开始 OK 但是 有一些人就是真的可能 就是分手了 OK 因为真的觉得背叛感太重了 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所以未来的话 就是真的是 决定要分手了 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 然后往前走 自己一个人往前走的 这种感觉也是有的 OK 那但是如果 我们刚刚讲的 有一部分 有很大部分的人 的话是 即使你们 经历过这么多的背叛 这么多不好的一些感情 你们也不害怕 你们也会 继续的去往前走 然后自己 继续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学习到 但是呢 你们也懂得怎么样子 去释放这些压力 去释放这些不开心的感觉 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 而且会保持你们的热情 因为最后出现的是全账 全账牌 所以我觉得你们会继续保持热情 然后继续重新开始 继续去寻找你们的一个 一个爱情 OK 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些 都是因为这张牌 这个是Phoenix 这是一个 就是浴火凤凰 OK 凤凰 它是一个 New phase Rekindle Renew 它是重新燃起 OK 重新去开始 然后或者是甚至是一个 转变 OK 然后这是成长 这也是改变主意的意思 OK 所以我刚刚讲的 就是都是因为这张牌 所以我觉得 你们有可能 就我们刚刚讲的 有可能 你们就是不怕 不怕这些 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 你们会继续去试 然后而且每一次的 这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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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系的结束 跟开始 你们都会有一个新的体验 新的体悟 然后让你们变成一个 更棒更好的人 然后继续去体验你们的人生 你们完全不是会气馁的 每一次你们都像一个凤凰一样 浴火凤凰 都变成一个更棒更好的一个人 是这个样子 而且会保持你们的热情 你们并不会让过往的这些东西 去让你们变得很 那种 Bitter 你知道英文是那种 变得那种很尖酸刻薄的 No no 我觉得你们还不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OK 然后 那另外的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 有一些人 你们可能正在面临分手的这个状况 那你们 可能就是分手放下 然后你们愿意去要开始 开始你们的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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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新的东西 OK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是 我们说的 你有 你可能想要重新 去燃起 让这个关系重新开始 OK 就是你愿意给对方一个机会 OK 我觉得你们还 就是我说的这组是一直给我那种很勇敢的感觉 不管你是愿意放下然后往前走 然后追求你新的幸福 还是你愿意放下然后给对方一个机会 我觉得你们就是这不管哪一个都是我觉得都蛮勇敢的因为你被对方背叛了你还愿意给人家机会 我觉得啦有一些破镜当然不能重圆但是你们愿意放下然后给对方一个机会而且你也不是那种会一直一直拿旧事去一直去翻一直去翻的那种人你觉得过去就过去了然后你会给对方一个新的机会重新开始但是我觉得你们大概就是给一次机会 我觉得你们不是那种会无限就无限给人家一大堆机会然后一直不出走出来的那个也不是你们你们如果给一次机会真的都不能够workout不能够成功的话其实你们一点也不怕就放弃就往前走其实你们就不是那种不是那样子的人OK 所以我觉得四号排除你们就是很棒我觉得也有点心疼啦就是你们经历这么多这样不好的事情不过你们你们就一直保持乐观吧然后一直很勇敢所以也还不错好不好 好那么这是我看到四号排除的一个讯息哦 我知道讲的好像比其他的排除短不过你们的排还蛮 straightforward非常直接明了的 所以如果有符合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分享你们的故事 然后呢也不要忘记帮我订阅分享还有按赞我的频道还有我的影片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拜拜